掌柜说西游记 第83回 玉华州的下集 强 90元胜 上一回咱们讲了一半 这一回咱们继续 把这个故事讲完 还是跟大家说 这一回大家读的时候 其实要沿着一个主线 就是这一回的劫难 是源于孙悟空心中的自我膨胀 表现出来就是张扬 咱们俗话就叫臭险呗 吴承恩的这部西游记 咱们讲过 它是为心经做注释 它的故事基本上都是说 从一个侧面证明一种空 整体来说9981难 就是心经的一个主题 用你一生所遇到的所有事情 用这种穷举的办法证明 一个佛家理论的起点 咱们讲心经的时候 咱们讲过 佛家无法证明的这个起点 就是佛家的那一加一等于二 从哪开始 就佛家的理论 就是从世间万物皆为空 从这样一个起点 逐渐推演出以后的佛经 空这是一个佛家术语 大家去理解 它和咱们普通的这个 对空的理解还是有区别 每一个故事 其实这讲都是一个案例 大家就沿着这个思想去寻找 其实这样读这个西游记 你就不会有重复感 是吧 说西游记每一回都是一个固定的套路 不是这样 其实不是 西游记和那奥特曼的故事 它就是有本质区别的 上一回咱们讲到说 三个小王子 是吧 希望按照取经团队 这徒弟们的兵器 打造自己的兵器 这人开始打造兵器 就在这个时候 后来出了问题 啥问题 当然就是臭险 最终都是货 是吧 我们也是 也是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这宝物 就这个兵器 它自己会发光 而且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这个宝贝的亮度 其实是可调的 因为以前 以前咱们没见过 这师徒拿这个照明 但是现在突然说 说在这里 他光滑万丈 那就是 你说孙悟空 他们为了显示 这个宝贝厉害 是吧 就就把这个宝贝的亮度 调到调到最大 平时自己用的时候 那这个电量能省着 就省着点 结果 结果调的太亮了 引来了妖怪 妖怪的名字 很奇怪 这一回的妖怪的名字 你听着啊 他叫 他叫抱头山 虎口洞 里边的金毛狮子 他都站起完了 就是这个金毛狮子 他把这个兵器 唐就取集 孙悟空 猪八戒和沙和尚 把这三件兵器 让这金毛狮子给 给偷走了 第二天 是吧 土地们发现兵器丢了 就是丢了兵器 那就那就查呗 这一段啊 大家注意看一个很细节的地方 其实 其实这个地方写的 吴承恩是特意这么写的 就是这个地方的国王和妖怪之间 到底是是什么关系 显然那电视剧是讲错了 是吧 因为在书里 国王并不知道这个妖怪 大家记得这个事啊 这个妖怪不认识国王 国王也不知道这个妖怪 只是听说啊 有 但是从来也没有见过 这是不是说明 其实其实这句话 是不是说明 这个妖怪不是坏人 至少他没有危害人间 对吧 那那那将来 你再说那个妖怪的老大 是不是这个妖怪老大 能能带出这样一批妖怪来 是不是老大应该也是 也是一个挺好的怪啊 都说妖怪是土匪 但是这个地方的土匪 他不扰民 甚至于这里的人 都不知道有这股土匪的存在 你说这是一股什么土匪呢 你只要知道 西游记中妖怪吃人 那是天经地义 为什么这么说 此前你看西游记的故事 没有一个菩萨 没有一个神仙 要求妖怪为吃人承担罪责 上天把草赐给牛羊 是吧 把野兽赐给咱们人类 同样把人类赐给妖怪 实际上这个妖怪啊 就在在这里的这个妖怪 这块很善良 那这是这是西游记的原因 原本不伤害人的 不伤害人类的这个妖怪 你看在电视剧里 被说成是经常来侵犯人的 那这个是不是这个这个电视剧 大家觉得呢 是不是他讲错了 肯定是讲错 而且这一集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这个妖怪啊 你看所有的妖怪 从来都没人提吃唐僧肉 那件事 妖怪一开始看中的是徒弟们的兵器 对唐僧根本就没兴趣 是吧 这个妖怪有点像那个 咱们前边讲的那个 那个那个熊皮怪 大家还记得吗 观音禅院那个熊皮怪 那一集是要办佛医会 是吧 看着唐僧的袈裟了 但没有看中唐僧 这一集是是看中猴子们的兵器了 也没有理会唐僧 这一集我跟大家说 有没有唐僧 这一集都照样演 唐僧在这一集里不是重点 真的 这是好有个性的一帮妖怪 是吧 我其实是真觉得 电视剧啊 这个故事讲坏 没讲好 明明是好人 愣是让电视剧说成坏蛋了 明明这里是要说 这是一股很善良的妖怪 但是电视剧仍然说 他们很邪恶 人物的关系 因为电视剧的讲述 而发生了变化 好像你看的 这故事 情节上是差不多 但是连好人坏人都发生了颠倒的变化 你说这个这个讲法还对吗 大体上我跟大家说就是这样 原文中的意思是说 这个妖怪不坏 一直也没有危害人间 他都他偷东西 我跟你说 完全是受到了引诱 那妖怪有错 错在没能抵抗住诱惑 一念之差 书中的本意就是 要是你们取经团队不显呗 根本就没有这个祸事 就是孙悟空的臭显呗 最后把原本善良的妖怪都带勾了去了 这就是原文中你应该看出的意思 丢了东西 孙悟空就去找 就去找 是吧 结果遇到两个狼头小妖 居然这小妖是 你听着 他是拿了二十两个银子 到周围的市镇上去买东西 然后回动 办酒席 偷东西的黄毛 这个狮子怪 要搞一个钉耙会 你印象中妖怪有花钱 向人类买东西的时候 你说这妖怪的银子从哪来呢 是吧 这些妖怪 其实并不是那么坏 他们和周边的人类是和平共处的 孙悟空和猪八戒 这就扮成这两个小妖 是吧 然后 然后杀和尚 哎 扮作一个商贩 赶着一群羊 哎 进到 进到山洞 最后呢 最后 最后 哎 这个 孙悟空 办成的商贩 商贩 所以你把宝物拿出来 给我看看 妖怪居然就 就答应了 是吧 就是 就是妖怪也是 就是 妖怪也是向人 向人显摆 就那么一个意思 是吧 结果 三个徒弟 这一看见宝贝 就取回了宝贝 一顿棍棒 钉耙 是吧 狮子 把这帮这个黄毛狮子怪啊 黄毛狮子怪后来跑了 洞中的其他的妖怪都给打死了 一把火 孙悟空烧了妖怪的洞服 这是这个故事的第二番 是吧 这个故事 咱们读着你 我问大家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有不舒服的地方 我们读着不觉得 为什么 因为西游记到现在为止 好多故事都是这么收场的 这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但是我跟你说 当黄毛狮子怪 跑到这个地区的妖怪的领袖 就是老妖 是吧 九头狮子怪 叫九龄元圣 跑到那去报告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 这件事如果换个视角 你从黄毛狮子怪这个角度看 这件事竟然这么惊悚 就是孙悟空他们竟然犯下了一个这样大的罪恶 孙悟空 我再问你一次 你想想有问题吗 是吧 站在这个视角 人的视角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问题 但是换个视角 换到黄毛狮子怪的视角 这个事情就有问题 黄毛狮子跟老妖说 我不过是拿了他们的兵器啊 可是他们却打死我一家 还烧了我的房子 黄毛狮子怪最后说 这条命我不要了 我要报仇 为妻儿报仇 为小妖儿报仇 为我一生积攒的这点家业 我要报仇 掌柜是个心软的人 我竟然听闻黄毛狮子怪的说法 我的心里竟然是一惊 这一路打死那么多妖怪了 其实有谁问过这样一句话呢 妖怪有罪 但是是死罪吗 没有人问过 为什么 因为原本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强者横行 这一路都是这样 今天黄毛狮子怪这么一说 哎呀原来妖怪也是一肚子委屈啊 我们突然一想 似乎真的这件事有问题 黄毛狮子怪 一家老小罪不至死啊 这算什么呢 这也是一种自大 是吧 这就是孙悟空心中的自大 我厉害 我就可以横行 这也是取经团队的自大 对吧 我们实力强 我们就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 其实你细想 孙悟空他们捣毁人家的洞穴 洞窟 是吧 对妖怪们实施灭门 这和图城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哭诉别人图城的时候 可轮到我们自己 这就叫斩草除根吗 当然在这里 吴承恩并不是说这件事的是非 他也没有也没有说这里边的冤冤相报 他说的是自大 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字 自大 是吧 这件事因为臭险被尔起 但是现在因为自大竟然对弱者 我们眼中的弱者 我们竟然对他们实施灭门 矛盾现在被激化 实际你看 这这这都是我们心中的那点 那点自大惹的祸 越惹越大 九龄元胜 就是这个地区妖怪的领袖 是吧 九头十四块 这个跟大家说 这可能是西游记当中 最厉害的一个 一个妖怪了 厉害到什么程度 双方这一战 是吧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老妖有多厉害 从始至终 这个老妖 我们也不知道 他能力的上限在哪 是吧 第一战 老妖都没有出手 只是手下这帮小妖 去和孙悟空 猪八戒 唐僧对打 结果这一战 取经团队虽然抓住了 敌将两员 但是猪八戒被擒 第一战 第二战 孙悟空和沙和尘 抓住了老妖的六个部将 好像取得大胜 甚至于那个 前文书的那个 黄毛狮子怪 在这个时候都被打死了 但是老妖抓走了 师父唐僧 国王和三个王子 第三战是老妖亲自出手 出马 一上来 其实就根本就还没过招 一个照面 老妖一口咬住了孙悟空 另一口咬住了沙和尘 九个头 是吧 这只用了两个 就把这兄弟兄弟俩全活捉了 就没照面 没打 大家注意 老妖在这 没有使法术 没有使宝物 甚至没有使兵器 甚至于书里写的老妖都没穿盔甲 轻描淡写 一招至低 完全没有还手的激励 完全不费力气 对付孙悟空真的就比拍死个苍蝇还容易 拍苍蝇你还得瞄 还得等他落地呢 是不是 可老妖抓孙悟空 完全不用 实际上我跟你说 这么写是有用意的 这么厉害的老妖 大家想过吗 这妖怪写的比如来佛祖如何 如来还得把孙悟空骗进手心 然后一翻手 是吧 把毫无准备的孙悟空压在山下 这老妖呢 这里其实啊 我跟大家说 掌柜觉得吴承恩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是说 你的自大呀 最终一定会遇到一个更强大的妖怪 你以为你牛到处横行啊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堵墙 把你撞的粉碎 可是你你这么细一下 这天下哪有撞人的墙啊 是吧 不都是你不止死活往墙上撞吗 下面发生的事情就就很搞笑了 是吧 妖怪都没有提吃藏僧肉这件事 是吧 只是只是说理 然后叫小妖用柳条 责打孙悟空 这里特别强调了 是用柳条 这是有原因的 这有所指的 一会咱们咱们说到这个妖怪的主人的时候 我们再说 为什么是柳条 半夜 是吧 妖怪打累了 睡觉了 孙悟空 这才挣脱榜上跑了出来 还是解救 这次 唐僧师徒 但是只来得及放下了沙僧 正要解脱猪八戒的时候 突然妖怪惊醒了 孙悟空怎么做 孙悟空是独鹿而逃 沙僧写的特妙 沙僧还没来得及跑 书里说沙僧被妖怪一把摔倒 然后捆了 你看这沙僧 这就完全不是对手 沙僧不弱 是吧 但是但是是妖怪强 在妖怪面前一回合都没有 因为沙僧还没来得及出手 就已经被打倒了 我们实际上到现在 都不知道妖怪到底有多厉害 是吧 因为包括孙悟空到目前为止 其实故事中也就是这样 包括猴子 谁也没有还过手 就没这个机会 你就说妖怪有多强大 这堵墙够厚的 妖怪确实强大 是吧 强大到什么 强大到连这一级的土地 我跟你说土地 这是咱们儒家中的 儒教中的大神 其实是 是吧 这一级连咱们自己的神 本民族的神 土地都站在妖怪那一边 那这一级是唐僧身边的六丁六甲 和那一众护法天神 他们抓住了土地 带到了孙悟空面前 在这一级 有关这个妖怪的情况 不是土地爷来报告的 是 是孙悟空审问审出来的 把这个妖怪 九头狮子怪 号称叫九龄元圣 原来是太乙真人的作戒 这太乙真人是谁 西游记里好像对这个 太乙真人的戏份不多 是吧 但是跟大家说 在这个封神榜里 这个太乙真人啊 是那个哪吒的老师 就你看动画片里 那个莲花台上 那白胡子老头 太乙真人啊 他的全名叫太乙旧苦天尊 实际上咱们汉家 就是说这个佛家和道家呀 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 佛和道是相互融合的 并不是说谁战胜 谁为主 谁为辅 是吧 咱们一贯讨论的说 谁化谁 其实都不存在 都不是 这就如同我们 咱们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要非拉一个等式 一个算数 用数学来表示这件事 就是你加我等于我们 我们就等于今天的我 你比如说 其实这个太乙真人 这就是道教中的观世音菩萨 咱们中国绝大多数地区 现在都是拜观音的 是吧 就佛教来说 他都是拜观音的 但是跟大家说 唐朝的观音和印度的观音是很相似的 和我们今天 咱们汉人拜的观音区别很大 我们今天的观音菩萨是经过汉化的 其实跟大家说 我们拜的观音就是道家的这个太乙真人 从莲花座到净水瓶到柳树枝 咱们刚才前面不是提到柳树枝吗 到救苦救难 有求必要 这些形象跟大家说 在唐朝都是属于太乙真人 而在那个时候 观自在菩萨还是一个讲师 但是后来观音菩萨取代了太乙真人 以前在唐朝 普通人遇到问题是念诵太乙真人的法号 就是太乙救苦天尊 这样就会有神来保佑你 后来变成了念观世音菩萨的法号 就能救苦救难 问题是先有的太乙真人 后有的现在的观音菩萨 观音的形象和太乙真人高度趋同 到现在大家都知道观音 但很少 很少有人在念诵太乙真人的法号了 现在给大家说 只能说太乙真人是谁呢 是道家的观世音菩萨 我这么说一说你就懂了 但是实际上这句话不对 因为说反了 是观音菩萨 是道家的太乙真人 这才是这件事的顺序 咱们现在的观音菩萨 是从太乙真人那演化来的 佛家和道家一千年来始终都在争论 谁是本源 谁是主流 观音菩萨 是吧 这是佛教中的菩萨 但是中国的观音菩萨 显然这是这是受了道家的影响 影响 对吧 这就是童话 宗教的童话 你你是更像你爸爸还是更像你妈妈 这这很重要吗 是吧 你有没有觉得这也是自大惹的祸呢 咱们大汉民族啊 大汉大汉族主义 是吧 就是这样一种自大 我跟大家说 每一种自大最终都会被一堵墙撞得粉碎 是墙撞你还是你撞墙 这其实从后果看都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明白是你往墙上撞 也许你还有救 反正这就是融合 宗教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是吧 孙悟空 到了太乙真人家里 他表现出来的恭敬 没错 必须的 肯定得很恭敬 虽然说 这是太乙真人的坐骑闯的祸 是吧 这个九头狮子块 就是太乙真人的坐骑 九头狮子 但是孙悟空 真的到现在打不过这个坐骑 到现在为止 这妖怪一不用法术 二不用兵器 三不用宝物 是吧 甚至于赤手空拳 连盔甲都不穿 孙悟空拿人家现在是一点折都没有 到现在就没有机会说 孙悟空说使出个一招半招的 现在不客气点 恐怕在孙悟空根本再遇到这个妖怪 还是一招没有就被抓走 你现在说是到了人家主人的家里 你不客气点 恐怕这事说不过去 取经团队的自大来自他们强大的实力 但是现在这份自大呀 失去了根本 而且这一战最特别的是 就是是非很清楚 妖怪是有错 是吧 但是妖怪不是为了吃唐僧 妖怪和孙悟空打完全是为了复仇 从始至终 所有的妖怪都没有准备招惹他们 没有准备吃唐僧 就是为了突出这件事的原因 因为金毛狮子确实是偷东西 但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呢 还不是因为孙猴子你们臭险呗吗 还不是因为你们对别人灭门 这才激起了愤怒吗 那你这个时候 你回过头看看 是吧 那个电视剧是不是完全的说错了 是吧 别的不说 忠心思想让电视剧讲的就已经没有了 猴子把告状去 是吧 太乙真人一看果然狮子跑了 那就那就简单了 是吧 太乙真人去把狮子带回来 这事就完了 最后这个故事就和以前一样 是吧 这个这个具体的过程咱们就不讲了 是吧 最后妖洞被烧了 那人六个被扶的妖怪 前面不是已经抓了六个妖怪了 那六个妖怪都被杀了 是吧 哎 孙悟空 猪八戒 三和三和尚 在这住了一段时间 交好了那三个徒弟 就是国王的那个 那个三个三个儿子 试图继续上路 取经 这一回其实 吴承恩刻意安排了 这样一个妖怪 是吧 给取经团队 也给我们大家伙上一课 就是自大惹祸呀 是吧 自大源于自身的强大 但是自大之路的尽头 都是一堵墙 到底是墙撞碎了自大 还是自大撞到了墙 你说呢 是吧 好好读读这个故事 我们心中的好些个叫 叫什么 叫正义 有时候确实是使错了方向 《西游记》 其实这是越来越接近尾声了 是吧 很多故事 我看到很多 很多评价都是说 写到这的时候 这些故事越来越平淡 但是其实你没看懂 在这些故事后面 是越想越深刻 就好多东西 已经变得 怎么说呢 就是说 跟论文一样 写到这个时候 他已经变得 不再是向你宣讲什么 不再是向你证明什么 而是 而是有点深入挖掘 就是 就是怎么说 就是反思的那个 那个意思了 吴承恩开始 反思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了 大家要 要再注意一个细节 这一回和下一回 最后妖怪的命运 都是粉身碎骨 是吧 其实 其实这背后都是说 这是深宠大恨 灭门屠城 已经不能发泄这种 这种心中的愤怒 就这个意思 好了 这一回咱们就 讲到这里 是吧 下一回咱们讲 青龙 青龙山 原来 原来妖怪的世界 一介平民 这不叫一介平民 这叫一介平妖 你要是冒充皇帝 你也要千刀万剐 好 有人要是冒充皇帝 是冒充皇帝 我们将冒充皇帝 没有一介平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